我们在晾酒之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就是要做所有容器用品的用具的一个进化动作 首先我们这个进化动作就是把刚刚那个那个叫做Start Sand的放在一加仁的水里面 然后把它把它融化之后所有用到的东西都要在里面洗一下 我们刚刚把7.5磅的苹果全部打成这个苹果浆 然后放进这个发酵专用的这个晾酒桶里面 打完之后你们看一下这个酱 现在这个苹果香气很浓哦 香气湿也很香很香 那这个渣在第一阶段晾酒的时候这个渣还是要放在里面 因为它这个是很纯的东西 那我们就大概这样挤一下 让那个汁尽量流出来这样 然后我们这里打个结 这个地方就把它打个结这样 就是把它这样倒进去就是两磅的糖 把它倒在这个发酵专里面 走跟着这个苹果汁内 我让它这个糖浓在这个苹果汁里面 深水饮用的 我还用的这个叫 Tamerton Tablet 这个是 刷进去 这个一磅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小小一滴就够了 把它呢 这样子才 两磅碎的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起来 这个桶子是很密的 盖起来 然后呢 我们要加上这个东西 这个Air Lock 盖子把它盖起来 第一天的动作大概就在这里 第二天 这个是要测试比重 然后我们把这个比重器放进去 它现在是1.10 这个1.10 这个表示说 我们昨天加了糖分啊水分跟果汁的比例 是正确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这个比重 假设没有到1.10的话 你这个时候要加糖 锅子里面 然后 大概倒下去大概 30-50 50系细的水 我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撒在这个酒 酒汁里面 我们今天的动作呢 好 就已经完成了 已经加入了下我们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盖子盖起来 第六天 接着今天这个读出来素质呢 是1.0了 1.0了 表示那些 第一个阶段呢 已经成熟了 这个都是进化过的 他是 避免到这个受到污染 水往那个低处流嘛 透过这个红吸管眼里 有 丢了一点的 空气 然后再来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亮智的过程 非常整个颜色 非常漂亮 这个阶段呢 我们保留了一杯 这很香很 好喝 这是你在外面一定喝不到 这样的一个水果酒 今天是亮智苹果酒 第45天 那已经进入我们最后的阶段 这个苹果酒呢 在亮智过程里面呢 我们有换过两次瓶 你看这个酒汁呢 非常的 是这个黄金色 这个 三爪八卦很漂亮 量出来的比重是0.98 酒精浓度呢 大概是15% 好 那我们这个 装瓶呢 主要的工具呢 就是这个红吸管 那这个也是要经过那个 进化过了 然后我们的酒瓶是在这边 再吸一下 它水 水就进来了 把它抬高 你们可以看一下 放到这样子 酒汁从这边流进来 这样 接着呢 我们要这个软木塞呢 把这个 这个 这个苹果酒呢 把它这个密封起来 就用力一夹 那些密封 接着呢 用这个吹风剂内 把这个瓶子的这个密封套呢 我就吹一下 它就会 就会紧缩起来 这样子 好 现在就完成了 今天是量制 苹果酒的第45天 那我们整个量制过程呢 已经完全结束了 刚刚已经完成这个装瓶 那这个酒 现在已经可以喝了 我们测量的酒精浓度呢 大概在15%左右 那这个苹果酒 我们做的是 Organic 现在是最快乐的时候 我们要来品尝一下 我们这一批这个苹果酒 它的这个风味到底怎么样 那这个苹果酒 你看这个颜色 哇 赏金叶木 这黄金色 完全天然苹果汁的这个颜色 适合看看 哇 这个是很春朴 很春朴 很这个 原汁原味 接着我们这个亮的酒 这一批较很成红 而且 很好喝 非常不错 好 不过 好 再次提醒一下 如果你要最好喝呢 就还要有耐心 再等九个月 好 好 再次 我来看看 好 再次 好 再次